嗨 我是傑克 在上一段影片我們教大家用 橡皮擦工具 把這一個區塊這四個字擦掉 然後再補上新的字 那這一段影片我想用同樣的 就是我們同樣要做到這件事情 但是我們是用選框工具來做 所以我們 把之前的東西都先關掉 我重開了一張圖片 打開圖片然後從電腦選這張圖片出來 所以就全部都是新的 我也是新的圖層 新的圖層 新開的這個圖片的圖層 它是鎖住的 所以我先把它解開 所以我拉到這一個新建圖層 它變成複製 然後呢 我在這一個圖層上面 我要來選框 我把它選起來 我希望在這邊 圖上綠色 那在這邊很奇怪 我不太明白為什麼 如果我在這邊 倒 同樣一張圖 我在這邊倒就OK 在這邊倒就不行 不過 如果有懂的朋友可以告訴我一下 不過我們可以 用別的方式來達成 我先回上一步 就是取消倒在這邊 然後把方框 你可以按Ctrl D ABCD的D 就是在Windows上按Ctrl D 或者在Mac上用Cmd D 就可以取消選取這個方框 比較快 好然後 取消選取之後 然後我們在這個圖層上面 多加一個圖層 你現在看到圖層2 這個圖層2 現在是透明的 所以我在圖層2上面 選了一個方框 然後 倒入 好 顏色是綠色 我把它倒進去 所以我是倒在這個圖層2 好 那接下來我先取消選取這個框 然後 然後我再選取文字工具 把我們要的文字打上去 它本來是社群 我改成社團 然後一樣顏色我要改一下 然後改個字體 改個大小 改個樣式 然後再用移動工具調整一下 我們使用了選框工具 然後做到這個效果 跟我們上一段影片講 用 橡皮擦 把原本的擦掉 然後填字上去 是達到一樣的目的 那我重新整理了 因為 剛剛有點當機 所以我重新整理了這個頁面 那又來到這個畫面來 那我們先 把剛剛那張圖再開出來 好 我先改成 正體中文 然後把這個 圖片 你的工作區域 我們把它調整一下 然後用移動工具 把它 調整到上面 現在假設我需要這一塊綠色的 其他我都不要 那我要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這樣子 我先 因為 一開始這張圖是鎖定的 我都不能編輯它 可以把滑鼠移到這個鎖頭來 然後對著這個鎖頭 這邊已經出現了雙擊解鎖 把它點兩下 那為了 保險起見 如果你這張圖 不想要重新載入的話 我們可以 複製一份 然後我把 一份 複製的 拷貝的 把它 讓它看不見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 我怎麼把 這個 綠色框框之外的東西都去掉 我把綠色的選起來 就是我要的 把它選起來 好 那這時候我們來到 到選單上面有一個編輯 編輯這邊有個反選 反選就是我本來是選框框內的 現在反選之後就變框框外的 整個工作區域 就是 本來 在這裡面之外的 反選 那我們 這時候就按下 鍵盤的Delete鍵 所以 在我選擇以外的 通通都不見 這個就是透明的意思 那這樣當然是 一個比較簡單的做法 或者是 其實如果你只是要 裁切它 也是可以 那就不需要反轉 我們回到選框框以內 如果我是選框框以內 按刪除 就是只有這邊被刪除 好 那我也可以選擇 裁切 裁切的好處是 我整個 這個工作區塊就 變 它實際的大小 那我這時候 我再 保存這張 圖就可以了 那有的狀況是這樣子 就是 我選取了之後 我要讓它有一些 變化 比方說 我先把作用層 改到這個圖層 好 比方說我 我這一個 這個 藍色好了 這個藍色 我希望它 整條 延伸 所以我要把這個選取的區塊 變形 所以我先選取之後呢 我把 圖案 按到 好 這個 自由變形 變換 那你也可以按Ctrl T或 comment T 它就會出現這個點 這次我們就把它拉長 好我可能要 就是 先還原它 因為我要按到現在是左右 OK 左右 那就可以移動它 你移動的時候 按住Shift 它就會水平 就是 比較平移 不會亂跑 它會成 某個角度亂跑 不是隨意的亂跑 然後 要記得選左右 像這樣子 斜上斜下 選左右 比較好 還是斜上斜下 OK 好 所以我可以選取一個東西 然後讓它變形 變成我們要的 這個例子可能 比較沒那麼好 我們看一下 我剛是按ESC 鍵盤最左上的 那個鍵 它就取消了 我們如果是用這一個做例子 然後我們 我們就按Ctrl T 它就出現這個變形 如果是這樣子 效果就比較好 完全蓋住了 所以有時候你也不需要說 我是把它剪下來 比方說我把它圖 編輯 我把它 好 拷貝好了 然後我再貼上 所以我現在多了一塊這個 我也多了一個圖繩石 然後再 這樣子去蓋它 這樣子就比較 比較 工序比較多 工序比較多 剛剛那樣就比較簡單 也不會產生圖繩 也不會 就是需要一直複製 這個圖繩出現之後 我還是可以按Ctrl C 這一個圖繩的東西 就會自由變換 其實應該自由變形 然後去拉 這樣也可以 不過它就是 多了一塊圖繩石 那不過 可能 有時候你就需要 那我就可以比較 自由的去編輯它 甚至我可以做 不透明度 比方說這樣子 我就可以讓這個字 有這種效果 我在白色上面蓋一個淡淡的綠色 就是這個概念 好 所以其實 圖繩 這個部分 已經跟 剛剛那個選框工具 無關 這就是圖繩 跟不透明度的 一些 應用 再講回選框工具 我們之前有講過 這一個會 依照你的工具有 選項 那第一個當然就是 矩形跟圓形 的選擇 那這邊我們是可以 預設是無限制 就是我 愛拉多大就拉多大 無限制的 就是自由的 做 那你可以限制它的長寬比 比方說 現在是1比1 所以我拉出來 就一定是 正方形 那如果是 橢圓的部分 就是拉出來 就一定是正圓形 所以可以透過 長寬比來做 或者是你是固定尺寸 比方說我固定拉出來 就是 我先把這一個 反選 比方說我拉出來的 決定是100 乘100 所以你拉出來也是正方形 而且它 連拉的機會都沒有 因為拉是決定長跟高 長跟寬 那 因為你 高度跟寬度都決定好 所以你就是按一下 它就給你100x100 然後 語化跟我們 上一段影片 講 那個 橡皮叉 它的邊緣 是物狀的 還是 十星的 是 差不多意思 如果說 我 目前 語化是0 所以我在這邊 我的選擇層 好 我這邊刪除 你看我這個 邊框是很 乾脆的 就是很俐落的 那 我把它回來 然後設定一下語化 好 35 那我們再來刪除一次 不對 我要重新拉一次 你會發現 現在拉出來的 100x100是 這樣子 那這時候我們按 刪除 你會發現它是 語化嘛 所以它 切下去的邊 就不是很俐落的 它是 語化過的 感覺 所以你可以 調 越少就越俐落 越多就是 越 呃 萌的感覺 這樣子 好 那選框工具 大概先講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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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 請 坐 一